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Wedding的实验室 这三个东西是什么 大家认识吗 它们是螳螂的卵鞘 叫瓢箫 螳螂在产卵之前 会先产一层泡沫里的东西 然后在里面产一层卵 再覆盖一层泡沫 这样一层一层的产下去 泡沫凝固以后会变得十分坚固 能保护里面的卵 刚刚我去山上花了半天时间 才找到了三个 到时候孵出小螳螂了 再拍一期视频给大家看看 等等 这个卵鞘上面怎么会有个洞 里面还有东西在动 难道小螳螂要出生了 看着不太像啊 拆开来看看吧 哇 这是什么东西 全是一个个毛毛虫 明显不是小螳螂啊 这个卵鞘 我看到大部分已经被掏空了 只有边上嵌了一些螳螂卵 不知道还能不能孵出小螳螂 仔细看看 拨开虫子的外皮 里面是一个像蛹一样的东西 还有些还在一扭一扭 看着有点恶心 我确定这不是小螳螂 肯定是一种什么寄生虫 把我的螳螂卵都给吃掉了 刚刚网上查了一下 这种虫子其实是一种寄生虫 名叫唐小蜂 幼虫专门寄生在螳螂卵鞘里吃卵 长大以后羽化成成虫 就是这个家伙 这一枚卵鞘算是完蛋了 讨厌的家伙 得好好治治他们